当然在这个华为的部分呢 最近大陆网炸锅了 因为华为公主这个孟晚舟 大家知道嘛 当初在这个加拿大 这个被软禁了好久 那最近呢宣布要到美国 说是要出差 4月13号推特账户 她到美国可能会有两 大概是为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5G手机的这个晶圆上 要寻求和解 要跟美国的企业有更多的合作 第二个要去看小孩 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 大陆网上都炸锅 就说不要啊 接大使你怎么看 他觉得会有事吗 应该是不会有事 我想他应该是 把他那个法律利害关系 应该是分析 他都已经把他 这个找他的律师团 都应该分析清楚了 那如果再出事的话 基本上的话 那基本上中国大陆 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 在拯救他 不过这一次的问题就更大了 因为就是美国跟 中国大陆政府直接对撞 上一次中间假一个 加拿大政府 对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如果说他被扣的话 那可能美国也有些人 在中国大陆要被扣 就不要被扣什么 是不是美国间谍或怎么样 最后用交换的方式 不过我想他因为 他原来的那个案子 已经策案了嘛 所以已经 他是不认罪的方式策案 所以就基本上已经 前案应该是已经清了 那是不是美国是还要再找一些理由 来抓他 那就很难说了 因为美国抓的这些 他今天要整这些人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什么方式呢 通常都是税的问题 税的问题 要不然就变成你有他的这种 所谓的禁止贸易对象 你那么大的公司 他突然找到一个 上一次是什么HSBC 找到说他下面一个公司 跟伊朗的公司贸易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找他麻烦的话 应该也就是 我觉得不愁没有罪名 不愁没有罪名 找出来的话还是要扣他 不过现在怎么讲呢 这个整个在上一次扣孟晚舟的时候 其实现在回顾起来 其实那个时候有人说是 加拿大表公表过 表过头了 那就把它扣下去以后 当时对美国人来讲 也是一个怎么样 也是一个烫手山域 那并不是美国政府有意 就高层有意在那边做这件事的 有一个传闻是说 那时候是John Burton 那时候做美国的国安顾问 这件事情再往上面都不知道 那John Burton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好战的一个国安顾问 因为川普其实在大庭广众说 因为川普的话被川普给fire了 John Burton说 这个人我如果听他的话 我们美国已经打过两次战争了 对他每天就准备打仗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说 就是华为这个事情 当时到了John Burton Burland就说抓 那现在的情况之下 那个当时对美国来讲 其实是一个烫手山域 那现在你真的要回过头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整个运用 这个民族的这个 民族 怎么讲 民族主义兴起 然后对美国的这种粗暴 对美国这种不讲理的 在中国大陆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反过头来 美国到最后还是怎么样 还是认怂 还是让他回去了 你扣了他三年 最后美国得到什么 没有得到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种case 对美国人来讲 他事后检讨的话 当时这个孟晚舟的话 他们应该是认为 是一个负面教材 这种对美国来讲 是没有实质利益 你也没有办法把华为打垮 你要真正要打垮的话 你要对他的公司下手 你对这个孟晚舟下手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就美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作为 在这个中美大战当中 我们看到孟晚舟 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第一个这个华为公主 这个身份不一般 第二个长得又漂亮又时尚 那在这个中美大战的过程当中 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大家记不记得 他释放这个班机落地的内刹那 大陆的直播不得了 有没有 每个这个直播都创造了 这个极高的流量 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的象征 现在他的洞见观瞻一举一动 都引发大陆网友的关心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他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 他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